漫步在海風浮面的港口 登上高處觀賞海港夜景 探索創意十足的藝術區 在愛河中融入夜晚的寧靜 放鬆心情 跟著包包盡情享受高雄 我現在在台南的火車站 我現在準備往高雄走 我們即將開始高雄的行程了 也是沒有計劃的亂遊 然後我們就準備走著 到了剛剛到高雄的車站 我要去先睡一下 然後再開始轉 那等我休息好 好 再見 拜拜 好 休息夠了 我們要去轉一轉 我現在呢是在往捷運站走 晚上呢去高雄燈塔那邊看看夜景 剛發現這邊展覽館這一站 這條線竟然是在路面上的 進站請刷卡 進站請刷卡 請進站 這就進站了 啊 這種感受 挺奇妙 我現在是在這邊 我要坐到這邊 那邊呢就應該是海了 然後高雄港就在那個方向 鬼王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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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站,哪边处站 我呢,也不知道说我或许有没有船 反正瞎逛吧 没有船我就就这样瞎逛了 哇,这是一艘军舰吗 好像是一艘军舰 这边好像也是一个文化区吧 叫什么,战二库 哦,是不是坐这个车过去 坐这个车,坐这个车过去 我经常把船说成车哎,真的是 我过去看看吧 无所谓了,来都来了 那边是骑津区啊 但是这个船是最后一班 一会我回来的话 是要到古山的那个码头回来 所以就好像不是一个码头 然后再过去看看 这个那边就是一个码头 然后再过去看看 我来到这个码头 然后再过去看看 那个码头回来就好了 我来到这边 有没有码头回来 我来到这边 拜拜 这些摩托车都是等着渡海的 一会他们就是要上刚才我们坐的那个游轮过来 我去 银杏知道吗 高雄旗后灯塔 从这边可以上去 但是老街还没过还没吃饭先吃饭 我要来一个这个冬瓜柠檬芦荟 冬瓜柠檬芦荟 想想味道就爽 酷 满满的大半杯芦荟 刚才它盛芦荟的时候那个黏的呀 像打鼻屁一样看着就很壮丽 那整体呢 芦荟是很淡很淡的没有什么调味 它主要是靠着柠檬还有冬瓜茶的味道 因为这边本身就临着海 所以这边海产店特别多 全是吃海鲜的馆子 我自己也吃不了啥海鲜啊 哇这边是小摊啦 夜市摊 一个飞鱼卵香肠 一瓢 它里面是有很多的颗粒颗粒的都是鱼籽 我不秀了一会儿掉地上 往事香肠的味道 加上鱼籽的颗粒感 吃起来就是会爆的那种 哔哩巴拉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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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到了高雄这边没想到吃的也不少 我很开心 哇好像套了 哎还好哎我觉得 看看人多不 但是我觉得上去看的话景色一定非常的好 到灯塔 250米 250米不算什么 滚面 爬上来虽然累一点 但是情色真的是好吗 月亮 景色真棒 拍不完的景啊 看哪都想拍呀 小山 现在是9点多 迄今这边大部分的店 已经都开始关门了 我还说想喝个鱼汤什么的 也喝不上了 可惜可惜 现在是高雄的第二天 刚一出来我就想回去了 因为太热了 好想回去躺平啊 不可以 现在呢 来到了 这个咖啥来什么 美丽岛捷运站 据说呢 是全高雄最美的捷运站 有点尴尬的是今天是周一 然后好多的这个美术馆都不开放 所以呢 我现在就往那个 卫武营 文化中心去看一下 错了 是卫武营 卫武营 那边呢 就是卫武营的文化中心了 那边呢 我要先往那个 咪咪村去看一下 有点像之前我们在曼谷 老城漫步系列 去过的大拉乃 那边还有邦拉 都会有这种 这涂鸦的像植物架一样 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 老城 然后配上一些 现代的这种涂鸦 产生的这种冲击感 是狗狗的 已经转完了 然后现在往这个文化中心 来转一转 我要找凉快的地方 坐一会儿了 我今天呢 真的是被逼得乱转了 就是本来是想去 85层那个高楼 不开 龙虎庙 维修 然后想去美术馆 周一闭馆 给我憋得没招没招的了 我就自己瞎转了 这个音乐厅 这整个音乐厅的设计呀 真的好通风啊 真的好通风啊 看这个通风 这两个都有这种 圆弧状的结构 风就可以扣进来 主要那种 现在呢已经快12点25了 我要先回酒店躲一躲去 一个人的旅游就是这样自由自在 想回去躺就回去躺 等傍晚一点吧 我们再往海边转转去 去爱河了 看看爱河有没有游船 去坐个游船去 高雄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的轻松惬意 可能是因为临近海港 所以就是觉得很舒服到海港边走一走 然后在这种满眼绿色的地方走一走 真的很舒服很舒服 这个雕像是什么寓意 这位是关羽吗 为什么拿个图 儿童不一 我要打马儿 我真的感觉高雄给我更多的还是这种松弛感 在傍晚的时候啊 往这个河边一坐 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聊聊天 看看河景拍拍照 就是一种很惬意的感受啊 好一位 一位150 好 好 好 OK好 谢谢 那边排队哦 好 比美娜喝得贵 比美娜喝得贵 哈哈哈 谢谢 上班 好難 一路上人都有看到魚在跳 你看旁邊 我來趕快看旁邊有魚在跳 愛河的魚蝦隊類很多 魚是群去的 有很多魚在跳 很快我們要離開愛河 愛河不是這麼一小段而已 前面過來第二個橋就進入高雄港 旁邊橋邊也有兩隻 這個叫夜路 夜行性的 好 將我們穿過這個橋 這就是愛河最後一座橋 第一座橋 那這邊就是高雄南水域 這是我們愛河第二座公公遊場 它也是電動的 要吃也有 這是不是傳統的 要吃在外面 別人吃在外面 這是流行樂中心的方法 不只是右邊這一棟 這個是比較大的 比較演唱會的市面 裡面的傳統 六千的位置 大海側心不會來這裡散遊 為什麼 對牠來找太小 好 我們來談這座大港橋 二十四小時 開放晚上都不早 用單向轉角 也是說這樣子 好 愛河這邊車家有兩棟建築物很特別 不知道我們來認識它一下 旁邊那點點的是一個好轉 你注意啊 這邊不是五個亮亮燈跟那個 中間路比較大看得比較清楚 像不像墓碑 好 注意看喔 不要笑喔 老闆趁機請香檔 當前是幫他設計 哇 他的名字只有一個字 叫做熬 這隻熬 你剛剛在頭是龍頭 那尾巴呢 魚的尾巴 身體也是 他是一隻鯉魚變的 我們有聽過一句話 鯉魚要人人的故事 好 那我們來開門 要開門喔 要上岸了 從遊船上下來了 也準備回去休息了 那我們整個高雄的行程呢 也要到這邊就結束了 如果你也喜歡在高雄的行程 不要忘記給寶寶訂閱點贊 評論分享 感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集見囉 拜拜 這個名字好 騷牙站 進化室 瓢 有瓢了 而且剛才過來的那邊路上 應該是一個文化創意園那種的 很多的攤位 像夜市一樣 還有那種大倉庫 就很熱的 不行的話 一會兒回來到那邊 那邊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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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我還說這車上掛了倆啥 掛了兩隻鞋在上面 好好笑 你不要過來啊 每次拍演戲攝影的時候 我都只能坐這塊兒 乾等 我就在這邊乾等著 你不要過來 別過來 別過來 去 這是一棵樹 插不掉 插不掉 我要花樹 為什麼滑成這個樣子 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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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 餵餵 餵餵餵 他再过两天就回去了 时光啊 就没了 就没了 好名字 好 刚刚各州讲是青鸡铁城 青鸡铁城在这边 他进入这类似是开门的一个岗湾 这个岗湾有个美名 这位有人知道岗湾的名字吗 如果是你要命名这个岗湾 爱河进入高雄岗这个湾 要进入高雄岗 没了 拜拜